没有我们特别 路头吧 路头吧 最喜欢看路头了 看完之后就感觉自己真的是很有良心 这边一上来是追小女孩 先布几个夹子 看到你放夹子 直接跑落 然后这边是干扰到了香槟 但无所谓 追小女孩就完事了 这勾过来不就一刀 有飞轮 没有飞轮 那个双弹的 那一刀拉抬走雷 爬放口 居然是放过路头 这谁又能想得到呢 但是他跑得比较远 他是可以丢树叶去卡掉这个口头 哎呀完了 地下室路头 完蛋了 这把对求生者来说 能跑一个就算是玩得不错的了 就装路头 怎么打你告诉我怎么打 佣兵都不想救了 别救宝银 真的 电击又不够 来了怎么说 佣兵直接出来了 你不救是吧 那我出来打你 给一刀 这边是谁啊 那个调枪师下去救了吗 这波还是出不了地下室啊 拉斩 这边路头对于求生者的一个判断 已经让他们无路可走了 死在里面吧 死在里面吧 三台电击的话电击不够的 我看一下 油差手上半台 他应该就没有电击了 手上半台 哦 两台遗产 直接切传送 哇 杀佣兵 那这把 说实话 我觉得这把能走一个算不错了 真的能走一个就是求生者实力的表现了 没有道具 然后油差手上电击应该能量 调枪师能量 两个人一个卡 耳鸣 一个修机 三人开门站 不太行 但是走一个应该是可以的 这边还好啊 电击没有被卡住 然后现在就要找最后的电击了 两个人一起修 应该就油差卡耳鸣 然后那个调枪师去修机 然后争取博个两人开门站吧 我觉得 哇 什么意思啊 蛤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油差在这里啊 油差走 油差去补电击 调枪师回来拉耳鸣吗 但是这边他够油差的呀 他秒油差的呀 有飞轮吗 没有飞轮 这把没有一个有飞轮 这个位置好像可以摇下来 摇下来了吧 没有差一点点 应该差一丝 又摇下来 然后调枪师电击应该是压好了吧 压好了 压好 为什么不让傭兵去啊 傭兵能自愈起来啊 这个感觉他们的是不是都是双排啊 这个 要让傭兵去压击 傭兵不一定能赶到啊 这边调枪师肯定能三人开门站了 因为他换怪油差就一定可以 靠过去 靠过去那能救起来 稳定三人开门站 这波要震慑了呀 没有 还行 没打到 打到 电击亮 盖头 然后钩子没有 钩子这个能勾回来 勾不回来 差一点点 那移速快了一点点 还是有用的 通了个勾 那这波有机会呀 勾 好 震慑 然后调王师这边走 哇 可以可以 平局了 牛逼啊 求生者 你们好强 但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路头自己啊 他把那个 换挂了 如果怪油差点击是够 他怪油兵点击是不够的 好可惜啊 感觉路头这把 这么大的优势